姬青石很早之前便见过她 那时她是宫中的落魄皇子 旁的同龄皇子早已去了上斋求学 为她像条落魄的水狗 遭人欺凌 她的母妃只是宫里头的小小宫女 得了机缘便以为自己能够飞黄腾达 未曾想去母留子 早早允命 姬青石没有靠山 她的父皇不齿 她的母妃宫女出身 皇后更是不管不顾 巴布得少一个皇子参与夺敌 那日她被太监推入水中 他们吃笑着 拿尖利的指甲狠狠掐她 仿佛看见皇室血脉的落魄 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快的事 她就是在那时见到她的 她替她挡下了砸向她的石头 匆匆赶来的姑姑 是皇后宫中的大宫女 仅凭只字片语 便给那帮太监定了罪 那是她第一次知晓权力的好处 即便被人从水中拉了起来 可她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救了她的姑娘 在她昏暗而又肮脏的过往里 宛若神奇般从天而降 她悄悄捡起了那块她替她挡下的石头 牢牢攥在手心 即便划破掌心鲜血淋漓 也不愿松开半分 这件事终归还是闹到了皇上跟前 即便皇上不喜她的出身 却也容不得有人践踏皇室血脉 她也因此进了上斋 她的课业总是很好 但她知晓木秀于临风必摧之的道理 所以暗藏锋芒 养精蓄锐 很多年过去 她总算有了追随自己的部下 她捏着粮草案中的把柄 在巢中安插下一枚又一枚棋子 那些人给她送漂亮的机械 送大把的银钱 她来者不拒 统统丢入府中 她太明白那些人的心思 所以宁王不可以油盐不尽 她该爱美人 该爱同臭 这样那些人才会安心地依靠于她 因为她是有缺点之人 是可以被投其所好 而谋求自身利益的 掀开喜帕前 激青时没有想到丞相府送来的会是她 那张喜帕下露出一张沉静明艳的面庞 没人知道她煞时汗失了掌心 名模好齿 顾盼生辉 她至今仍旧清晰地记得 那时究竟是怎样的心动 再后来 她成为她唯一的姬夫人 她就该是她的姬夫人 她唯一的夫人 她从来都不是什么宁王 那只是上天给她套下的壳子 是她的枷锁 是她的禁锢 她拼尽全力只为抓住当初照亮她的那抹光 仅此而已 她用尽力气 想要一点一点走进她的心 她心甘情愿被她利用 哪怕弃之毕履也甘之如意 最后那日她跌落悬崖 她分明有许多机会带她离开的 可是她知道她要的从来不是那些 那一瞬间她回想起许多事来 桩桩渐渐 皆与她有关 她记起那时城墙之上与沈眷一对质 那时沈眷一道破了她心中最为害怕之事 她那时是怎样答的呢 那又如何 她会永远记得我 她弯起眼睛笑了起来 都说宁王最爱言为有志的美人 无人知晓那年 她落魄挣扎时 有人踏水而来 以小小身躯替她挡下了世间无边恶意 有人照亮了她整个春天呢 而此刻她看着天边火红的残阳 看着眼前女子微红的眼眶 这是她的心上人 是她于万千黑暗中唯一的光亮 她想抬手再触碰她的面旁 可是她不能 于是她一点一点 激进残忍地将自己的手撤了出去 她最怕之事不过是她孤身一人无人相护 好在 如今就算没有她 她也能大胆地朝前走去了 真是不甘心啊 坠入无尽深渊时 她想 她差一点就可以把光抓在手心了 可她正然看着空荡荡的掌心 却又觉得知足 因为光啊 已经照在她身上了 激青石以为自己死了 她浑身很疼 身上的骨节像是被人打碎重组 她费力睁开眼睛 却猛地被水呛了一口 她看着缩水一圈的小小身体 心头有些正然 曾经欺辱她的那帮太监跪倒一片 有人迎着光亮 朝她递出掌心 她回到了过去 她记得那时她什么都没做 光顾着发愣了 以至于后来她很快忘记了她 而她身边也渐渐多出了个审券一 她的心跳怦怦作响 戚戚爱爱地抬头仰看着她 眼瞳黑亮 像是看见了光 明明那时的年岁比她还要大些 可她却乐得竟用这句瘦弱身体博取同情 她牢牢抓住了她的光 亮呛着扑进她怀里 阿婉 我好疼啊 沈眷一觉得 被贬斥的那一年 约目是她一生中最为难挨的日子 她无不一日地想着 是否自己做错什么 所以连她也要从她身边离开 她一袭白衣胜血 却手染鲜血 她要夺回曾被敌军抢走的那三座城池 洗脱曾被夺成的耻辱 再将手上的鲜血 一点一点洗干净 她有时也会恨 那时她险些丧命于敌军弯刀下 她躺在沙土中喘息 那次战役中只有她一人活了下来 周围寂静地令人发慌 就连缠鸣声也听不见了 她看着天上明月 却又觉得不是那么恨了 她知旧日的粮草案有意 一直以来都在暗中调查 她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战时没粮的日子 只是每每此时总有援军及时赶到 送上粮食 后来她收到了一封又一封匿名的书信 其中是粮草案中涉事官员的明信及罪证 虽然那人刻意改了字迹 可是朝夕相处十余仔 她怎会认不出写信人的行笔习惯 她几乎煞时便明白了她的用意 一向清冷自持的少年 竟有一天也会落泪 口中心田蔓延 她却死死咬着牙 不叫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部下拍着门 说是先前的小队已经探好了路 她面无表情地视肝泪痕 提起剑走了出去 又是大姐 庆功宴上 她静默地看着酒杯中水光炼宴 有人插磕打混 要我说还是咱们将军如有神助 否则怎么每每缺粮之时 总有援兵来住呢 是啊 怎么就这般巧 部下嗨了一声 这回送粮的那人我识的 宁王手底下的人 军中都知她未过门的妻子嫁给了宁王 还是妾室 渐渐都须了声 夺妻之仇呀 这该多恨 可她捏紧酒杯 将酒一眼而尽 她丢下酒杯 头一回在众人面前失了探 她在山上测了一夜的马 清晨破晓十方的平静 她改了打法 战术渐渐诡决起来 成了军中的长盛将军 她很快便夺回了曾被夺走的三城 关绝一生再生 后来宁王谋反叛逃 她自请前去叛城 接她回京 她有太多话不知该如何宣之于口 她也曾是天之骄子 她也害怕再次被人抛弃 后来那晚城墙相逢 她看着她与宁王亲密姿态 心口度意几乎要将她吞没 她狼狈地将隐秘心事扑于人前 激进哀求地求她别再将她抛下 可她看着她的姑娘之身一人奔赴险境 看着她强装恶人逼迫自己离开 太疼了 那一瞬 她忽然觉得自己曾经的那些迟疑 根本不值一提 她所爱的从来不是江府的二小姐 也不是宁王的姬夫人 她所坚定选择的始终是一个姜婉鱼罢了 她父儿将她摁入怀中 摁入骨穴里 她说姜婉鱼我在呢 我一直都在呢 所以你不用试试一个人扛 不用担心拖累我 也不用担心一路走来是否太过孤寂 他们是相视一眼 便知对方所想 是于不同道也能并肩前行之人 他们之间或许有太多太多的牵挂和阻碍 可是谁又能说 他们倾尽全力所奔赴的 不是同一个月亮呢